好,很開心今天見到這麼多市民 這麼多街坊在座遊當中一齊去談談 究竟你們心目中的未來的公共房屋政策 應該是怎樣呢 究竟政府應該提供多少的比例 給我們各位市民 在公共房屋裏面 能夠讓大家未來可以安居樂業 不需要承擔 不需要在入息不是太多的情況之下 而支撐不到我們去置業 這個困難其實是很迫在未遷的 我們首先有一些簡單的數字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現在 2011年政府的統計 澳門有二萬多的家庭 每月入息是少於四千元的 二萬多個家庭的入息這麼低的時候 他們怎麼能夠可以應付到這麼高昂的租金 或者這麼高昂的樓市呢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我們澳門有多少間社屋呢 其實現在目前是不夠八千間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二萬多個低收入家庭 但是社屋只是不夠八千間 這些低收入家庭 他們的房屋問題怎麼解決呢 所以我們很希望政府在未來五至十年裏面 增加社屋的數目 令到我們的普羅市民呢 他們能夠可以 如果他們暫時的入息是不足夠的時候 都可以暫時去住住社屋 讓他們可以解決到一個居住的問題 而另外我們都知道 現在我們全澳門的入息 中位數大是多少呢 是一萬九千元 那就是說我們全澳有百萬幾個家庭 那個家庭入息是少於一萬九千元的 那如果一萬九千元 可不可以買到樓 可不可以供到樓呢 比較困難一些 那所以我們希望呢 未來的日子裏面呢 就是政府能夠在京屋方面 都能夠增加那個的京屋數目 令到在中下階層 就是入息中位數以下的家庭 如果他們希望去賣京屋的時候 都能夠有足夠的京屋可以給他們 那所以我們很希望呢 就是未來政府的公共和規劃呢 是最少能夠可以覆蓋到 全澳門 起碼有一半的家庭 能夠可以有資格去享受到 京屋或者社屋 那才能夠呢 就是大家呢 是可以在居住問題方面呢 能夠可以解決到那個的困難 那我們 還有很多嘉賓呢 會有他們有不同的見解 那我將時間呢 交給阿盆先生